驱虫啦 泡泡和魅宝用的是这个纯猫的 2.6公斤以上 后脖梗的毛 给它捋开 一定要滴在皮肤上 滴在毛上就浪费了 夏天一定要定期驱虫 因为夏天来了家里蚊虫会越来越多 然后猫就会去抓它吃 吃了之后呢 那些蚊虫体内的寄生虫就转到了猫身上 然后我们出去散步的话 在绿化带边上就有那种虫卵 可能就粘在鞋子上带回家了 所以夏天的驱虫很有必要 一定要做好预防 别等长了寄生虫就麻烦了 你想想家里全是跳蚤那个场景 咦 之后是小猫 两颗 幼猫是这种红盖子的 对 然后呢 一边就把红盖子都给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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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小鲨鱼 你怎么了 小鲨鱼 小兔鸡 这个已经拧绑了 笑死我了